两名国盟议员宣称受利诱以倒戈支持政府后 团结政府发言人法米不斥有关说法 强调政府没必要策反在野党议员 马新社报道 法米昨天发文告指出 首先安华领导的政府 有超过149名国会议员的充裕支持 并重生安华早前也在国会解释 不曾与宣布支持他的另外两名国盟议员毁面 而针对国盟总秘书韩沙再努定声称 多数马来西亚人希望国盟指正 法米认为那只是国盟试图用来安抚支持者的说法 昨天土著团结党古邦巴塑国会议员古阿都拉曼 以及一党务术国会议员则朱季菲利在国盟记者会上控诉 他们分别接到要在他们选区新建酒店的献议 以争取他们转态支持安华 在此之前团结党江沙国会议员 伊斯干达和纳敏国会议员苏海利 已经分别宣布倒戈支持安华